悟空闹电影细说不胡说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老奶奶从死神手底下救人的故事 女主小珍是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 照看着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老年痴呆的病人 十分的辛苦 但是心地善良的她总是累并且快乐着 因为她是真正的发自内心喜欢这份工作的 连医院里有名的男产老太太安藤 也被她照顾的是服服帖帖的 而作为回报 安藤一直提醒小珍 要注意身体哦 不然你一定会死得很早的 这关心的话 听着咋着这么个人呢 而且大部分工作都是安藤给折腾出来的呀 小珍听完也只能苦笑了 然后继续拼命地工作 很快就接近身体的极限了 但安藤还是在每次小珍职业班的时候按铃 挑剔各种毛病 让她忙活半天 还把一直帮助小珍照顾她的一个新人给气走了 而再招人又很难 领导便想暂时让她把所有工作都承担下来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连着上了一个夜班和一个早班 完全没了精神 安藤却还是一个劲的暗铃 等到下班的时候 她是真的受不了了 闭上眼睛就能睡着 本想要在车里休息一会再回家的 可害怕时间太晚了会有危险 还是开车上路了 不得不说 疲劳驾驶加上女司机 杀伤力简直是百分之百 开的是东倒西歪 尽管路上没刹车 她还是撞上了电线杆 这时她却再次听到了安藤的呼叫铃声 惊醒过来 看到自己还在值班室里 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吗 虽然没有搞清楚 但还是先去到安藤的房间要紧 只见她坐在床上背对着门 蓝色的灯光下显得很是诡异 小珍进去之后 她忽然按住她的手 开始诉说自己的往事 原来丈夫死后 她就被女儿抛弃在了养老院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是因为有了小珍 她才不会这么孤独 她一直很感激她 想把自己带在身边的护身符送给她 小珍笑了 有了这一句感谢 自己一直以来的苦和泪就都值得了 并不想要什么礼物 可安藤却执意要塞给她 说是自己的报恩 小珍还想说些什么 却在一瞬间掉落进了一片白色的光芒里 还越陷越深 等再次清醒过来 已经满身绷带的躺在病床上 原来她真的出了车祸 伤势严重 已经昏迷了三天了 却奇迹般的醒来 还在一个月内痊愈 重新回来工作了 这时她才知道 安藤在她车祸之后 一直大叫着死神来了 还让人把护身符留给她 不久就去世了 只是同事们怕她身体不好 没跟她说 看着手上的护身符 小珍终于明白了 安藤真的可以看到死神 之所以在每天深夜按铃呼救 其实就是在自己每次濒临死亡之时 挽救自己的生命 最后还一命换一命 拯救了自己 小珍是满满的感动了 带着更多的热情回到工作中 但是也注意劳逸结合 好好保护好这条安藤换回来的性命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以为是个恐怖的故事 最后结尾却有一些小感人 小珍用自己的善良改变了命运 也告诉我们 加班有适度啊 不然真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还是更加热情回到